小劉的救援,它是第8米被噴水 也是在我消防生涯当中遇到的最坚强的一个部分 他的救援时长最长,他的救援难度也最大 因为他的埋藏的众生接近了5米 同时之中我们两个都保持了很良好的一些沟通 他跟我讲,哥哥,我们还要多久 哥哥,我想大头大头的喝水 我想会成事,我想吃苹果 当然,因为他的身体的一个情况 我们只能给他地上生理颜色 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细节,特别的感受,特别的深 在我到了小时候的身边的时候 我提前跟他讲,我在救你的时候 可能身体会比较痛,你一定要忍住 你一定要配合我 当时他就问了我一句 他说,哥哥,我都可以能保重吗? 会不会可以断了?我以后会不会做能力? 当时我只能回到他 他说,只要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全你 当时他沉默了一下 然后对我讲 他说,犯你弄吧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的热光和坚强 真的是深深地把握了我 也是击毙了我们所有的救援人员 一个坚强的信念 要把他救出来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次痛得受不了的 抓住我后面的衣服 在那去看着 他跟我讲,哥哥,你别管我 我痛我的,我叫我的,你救你的 在这个埋压最深 距离最远,冲到最小窄 救援难度最大的一个空间内 我们在最后一次作业 接近四个小时 才把他的双腿从最一步解脱出来 和我的同事采取牵拉和托举的方式 一步一步地将他送到地面 整个过程花了三十多个小时